同樣是這個劣勢的見譚 和美町將美路上這個家長的宿舍 因為說年久失修 經過這個地方又跟他進修 就要重新來進行進修 在進修的過程當中 特別進行這個剩餘的裁圍 不過目前有保管的土地 也就是蘇聯的 民眾對著政府這樣進修 也是非常不滿 或是托書就要唸而已 是是是 五月十三號有開會 那也有担在的 和美町將美路的家長宿舍 因為有一個和美市区 但是年久失修 比電風的民眾共享有鬧鬼 電風國外進出進修 本法部也補助經費 正開始時間 主管黨員也要請坐 進來試驗好好來進行維修的裁圍 我們主要是以日據時代的一個背景 然後融合我們這邊 和美街長宿舍的一個歷史故事 所以我們有把那個 日據時代的一些建築 然後用一種時空穿越的方式 然後我們有邀請我們的 特教部的學生 然後跟我們的普通班學生 一起來創作 然後就是把我們學校的一個特色 就是普特融合的一個環境 也把它呈現在裏面 不過目前合併結束下 也有這個土地求婚 因為部分的土地是孫子 民眾對這個政府的行動 感覺上當的阿爸 表示他是沒辦法接受 就要穿我了 還有你看看沒辦法大就對了 我是說要給你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不是古蹟啦 因為這個以前是通通路 哦 那以前被牽起來了 啊你如果說古蹟我給你沒關係 你清算數坪我數坪給你 他幾塊60便都給我用去的啊 哦 這邊這裡60便 你不知道啊 後面幾個啊 你剛好要閉幾檔 有啊 我都無人 主要這塊都先來燈檔啦 以前的土地 這麼久主要是因為這塊 這塊的部分 這塊的求婚 啊所以呢 我們在規劃設計裡面 也有留一個誕書啦 就是說洗澡啦 謝謝哦 如果到時候這邊的糾紛 呃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我們能不能往內說 或者是做怎樣 合比基督所說 因為年久失修 讓很多民眾都感受不好 但香港街是進出真修 現在政府經費已經補助來 不過這土地求婚要不開館 政府決定是真修 沒有求婚的所在 讓這個建設案 變成比重補助 中視新聞 蔡港平 中華報德